吴国珍 其实我最开始是在吴国珍知道吗? 我知道 我们24号就请他当主持 对 其实我刚开始知道你们这个团 其实是从吴国珍那边 然后后来他在节目中 因为我都有听 有时候都有听到节目 然后后来他就介绍就是陈美珠 是 所以会到齐通施舍 然后后来我就去齐通施舍 那时候也是有朗读啊 什么诸如此类的就是练歌这一方面 对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才知道你们这个团 然后因为吴国珍他本身也是都有接触这一方面 他自己本身也都推广这一方面 然后本身也有一些收藏 对 对 那因为我本身 其实我们家里也不少这一方面的收藏东西 哇好棒 而且可能比他多很多很多 好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第一次去齐通施舍 然后齐通施舍之后 就是其实知道这个节目是文化快递的关系 那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们这个团了嘛 那我看到台湾两国团 我当然就知道说你们的就系列的活动 对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加上上次游戏摄像馆 有票的关系 所以就直接过来这边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了解 对 那我觉得 要全部都不一直讲吗 对啊 就是说 你好 你实际上看他们表演以后 自己觉得怎么样 跟你自己感觉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不晓得你本身了解多少 你懂这方面多少分了解多少 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浅见 我是觉得 等一下我给你一次先比 因为两瓜 其实有些可以用台湾 你难以讲 就是台湾两瓜湾 所以两瓜湾 其实它是很传统的 蛮传统的 那我觉得 现在在表演的 或是你们后来年轻的 其实有些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传统的 我感觉已经有些都已经 我跟以前不太一样 然后 你知道七字歌吗 有 七字歌 对 我觉得像你们那个团长 我觉得就很厉害 因为我上次在听那个 他在世界 万叠瓜 对 万叠瓜 不管是万叠瓜 或者其他 我觉得他们抗枪 而且他对文本这方面 我觉得他都有一定的 对 有一定的概念 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就比较 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如果两瓜湾 两瓜 能比较往 真的是传统这一方面 然后推广 发展 我觉得 而且加上现在 其实还有不少文本 我觉得文本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你们年轻的一代 其实已经都 对文本都不懂 而且甚至 不但不懂 甚至看到都会觉得很稀奇 很稀有 很怎么样 都没有特别去研究 或是特别去了解 我觉得这一方面里面 应该可以文这一方面 画展 其实追求的不是说 只有 只有说唱 不是两瓜 只有这样 而且文本资料 也是蛮重要的 其实你们一方面也可以 就是提供这一方面的 就是展览 或是有一些展示 让更多人知道 以前的历史 传统各方面的关系 我觉得可以并下齐齐 一起 而不是只是 像在台上这样 而且 你们有很多 那个 那个就是说唱 或是怎样 其实 年轻人都不知道文本这一方面 而且 因为我有接触你们几个 我发现都不懂 接触啦 好 我们以一个文本来说 对 沙腾川老师 有要我们党 是 他有给我们一些 那个PPT版 是 然后我们就 先把它文字化 是 就是建党 跟那个 党案 已经收集非常多 非常多 对对对 那都是以前的文本之类 对对对 那我们在那个 8月14到16 是 对对 他就是 你的 寡切 寡切 寡切学会 对 我们会开会 我们在那里都有做交易 寡切学会 是你说台南那个吗 对对对 对对 对我们在家里 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些 家里还有很多 对对对 对对 有的文本是你们没有的 对对 对啊 对啊 就是说有啊 然后其实不止文本 就是相关文献资料 或者怎样 对啊 我觉得里面一方面 就是推广 推广收藏 推广南瓜 但是在文本 在以前的资料 我觉得保留 这一方面是蛮重要的 有 所以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都定在东欧 可以 看你可以 认领 基本 认领 基本 对 就是帮忙 它变成 变好 是打到 很快的打 然后 能够整个建立 其实在台大那边也有 但是还不够 我知道有一些学术单位 本身也有收藏 对 然后也有研究 对对 对对 所以就是说 这方面 我们也是一楼权 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们是这个的单位 就是台湾两瓜团 对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 你们更要保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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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推广不是只有收藏 不是两瓜 我觉得文本在各方面 对 所以文本就是 像这些 这些 好 还可以 一些年轻人 可以来够一 够一够 像这种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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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要一直累積 有有有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 那个小学生 他们真的才是传闯 那以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 公司才是 对啊 对啊 间接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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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你们很棒啊 所以我希望说 其实他们 像他们两位 佛宝 陈美祖 还有兵卫 陈寶卫 对啊 我觉得你们都表现得很棒 那我 还有一个我觉得 像我在画在巷子里面 其实你们不只说 只极限在这种地方 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交可能 像户外的啊 或者怎么样推广 我觉得很棒啊 为什么不以这种形式呢 没有啊 呃 呃 呃 你们现在有这样做吗 有啊 那个 慈幼宫 外面那边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 就是去找据点 对 对 对 然后向外去推展 有这样做过的 文化在巷子类是这样 比如说他们这一次在松山 还有今天开始在万华那边 万华公园那边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参与这一例的 然后我们也 对啊 我觉得很棒啊 就像龙山四晚 对啊 今天晚上开始 对啊 今天晚上开始那边七点嘛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都很适合你们 然后我觉得应该推广更大 有 对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老师真的很常认真的在这种方面 对啊 推广 对啊 我们二十四号回到 桃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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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好棒耶 它地点是在庙吗 对啊 对 不是在室外吗 不是室内 叫景福宫那里 室外的 就室外的吗 对 就这样能够找机会 因为我觉得室外的也是蛮重要的 对 然后还有 还有 我觉得你们的广告 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再更加强 就是推广的广告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你不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吗 对 就要靠大家去帮忙 你看我得知的消息 信息是从刚我转述那样 那这一次的消息是从文化怪地里面 但是其他很多怀抱 其实很少耶 要知道的信息很少 我相信有信息也有很多 但是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人 对啊 很多都不知道 对啊 有什么管道可以帮你解 对啊 我觉得你这方面要多加强 我看你们的 真的我们这方面是要有非常多 对啊 你们要首先要有DM 然后一些 一些注点啊 或是怎样 或是一些注点啊 要多宣传或是什么 对啊 就类似你可以依文化相承 或是社交馆合作 或是怎样 其实很多注点都可以啊 对啊 那有的都很棒啊 对啊 真的不是广告太重要了 你们宣传太弱了 对对 你宣传太弱了 因为知道这个太少太少了 对啊 所以这一方面我是直接的 对啊 会加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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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尽量推广嘛 我觉得 因为他们都蛮有实力的 对啊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一方面 对啊 就这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